收看台式新闻全球现场我是张宁 时开小的您关心到有单车误闯车辆隧道 一位民众开车行进南回公路草浦森有隧道时 看到一名单车骑士违规闯入 就怕发生意外后方驾驶赶紧减速 护送骑士到隧道口 警方则表示骑士的行为已经违法了 最高可以开罚1200元 草浦隧道有自行车骑上来 一辆自行车大啦啦骑进进行机满车的隧道当中 后方驾驶吓得赶紧减速 骑士拼了命狂踩踏板想要加速前行 但大小来车却不断从一旁车道通过 惊险万分 就怕发生意外 星空中心立即管波 就连后方驾驶都放慢速度紧跟 保护骑士 惊险画面上也在南回公路 六号上午有民众开车行进草浦 上有隧道时进间单车违规闯入进行机满车的路段 而且当时车流量还不小 行空中心多次管不停车 骑士都没理会 驾驶只好紧跟在后 护送他出隧道 原来是外国骑士误创 但警方表示行为明显出法 最高可开罚1200元 只是罚钱是小 还好这回碰上后方车辆紧格护送 否则单车万一在隧道里发生事故 后果恐怕不敢设下 简留一箱抬头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